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当欧洲大陆还被乌克兰战争困扰的时候 另一场战争在中东地区这个全球能源中心再次爆发 世界正式进入一个混乱纪元 10月7日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残酷谋杀上千以色列无辜平民 随后 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新的一场 以色列战争正式开大 请大家注意 我称这场战争为以色列战争 而不是哈以战争 就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原因是 我看到这场战争有极高的概率会扩大 蔓延到加沙地带以外成为一个地域型的战争 同时 这场战争也可能对世界金融和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冲击 让明年世界经济命悬一线 目前 谁对这场战争的走向最有控制力 引爆下一个世界经济危机的按钮 掌控在谁的手里 自由世界应该如何出奇之胜 今天 我会就这些问题和大家分享和讨论 10月7日是犹太安息日 在众多犹太家庭正在平静地度过这个神圣节日时 超过1300名以色列平民被哈马斯以灭绝人性的方式屠杀 这样的惨剧对犹太人的震惊深入骨髓 让犹太人再次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这样的危机感让以色列人在悲愤中放弃分歧走在了一起 哈马斯从来不掩饰他们存在的使命和宗旨 那就是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但是以色列政府和美欧的领导人在过去20年中 却自欺欺人的完全忽略这一点 试图利用政治协商和经济赎买等各种方式谋求和哈马斯共存 十月恐怖给这些脑子里充满了幼稚幻想的政客 给那些有类似想法的以色列人当头一棒 在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地区投下6000枚精准制导导弹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都坚称 这还只是这场战争的开始 他们宣称当这场战争结束时 哈马斯的军事力量将不存在 整个中东的格局将重新改写 对于这样一个严酷的决定 经历了十月恐怖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是支持的 他们认为这已经成为他们民族存亡之战 80年前刚刚经历过民族灭亡危机的犹太人 决心不让类似的历史再次发生在他们身上 但不幸的是 以色列将要面对的这场战争的复杂程度 将是史无前例的 在加沙茫茫200多万巴勒斯坦民众中 谁是哈马斯武装分子 以色列陆军装甲部队 对加沙地带打兵压尽 在加沙边境上一线排开 连日来 以色列空军连续多日对加沙地带进行定点轰炸 虽然多数情况 以色列军队都会提前通知巴勒斯坦平民 下一个轰炸目标是什么 巴勒斯坦依然声称 目前已经有近两千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上升 其中四分之一是孩子 注意 加沙200多万人中 有一半是18岁以下的孩子 所以显然 以色列的空袭不是有意在针对巴勒斯坦的孩子 遭受以色列轰炸后的加沙地区的照片 在互联网上流传 在中东穆斯林国家 在众多的欧美国家 引发了大量的抗议 以色列的游行和机会 10月13日 以色列空军在加沙北部的加沙城空投了大量船单 船单通知加沙北部110万巴勒斯坦居民 在当地时间10月14日下午4点前 离开这个地区 搬到加沙南部 船单警告居民立刻离开 在没有收到通知前 不要返回加沙北部 不要充当哈马斯的人肉盾牌 如此大面积的要求撤离的通知 显然意味着 以色列军方的地面进攻将要开始 而且地面进攻的第一个打击点 将是加沙人口最密集的加沙北部 哈马斯的众多培训营 武器制造工厂 都在北部的加沙城地区 已经成为以色列轰炸的 金空之鸟的加沙北部的居民 不得不再次驾车或徒步 慌忙逃离加沙北部 躲避战争 上百万人的打迁徙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场景 联合国的相关机构也因此呼吁 希望以色列撤回这个要求 清空加沙北部的要求 对以色列人实施 10月7日恐怖屠杀的哈马斯 在这个时候也跳出来 呼吁苦难的巴勒斯坦民众 不要理会以色列的警告 一定要留在本地和以色列对抗 一些加沙北部的清真寺的高音喇嘛 也在高声宣讲 鼓励巴勒斯坦老百姓留下来 和以色列军队战斗 有人说 是不是这次哈马斯失算了 没有想到以色列会如此强烈的报复性反应 我认真分析研究的结果告诉我 这一切其实都在哈马斯的精密计算之中 哈马斯自己承认 为了发动他们10月7日 对以色列的陆海空全方位立体化的突袭 他们筹划了两年多 这两年多中 他们除了在伊朗和其他国家帮助下 储备和生产了大量的导弹和火箭弹以外 他们对很多方案都是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 他们还成功的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眼皮底下 用各种表面的政治表演 把他们暗地里这些复杂的行动给掩盖住了 最近有消息说 美国情报机构包括美国CIA 在哈马斯发动10月恐怖突袭前一两天 才刚刚警告过以色列 哈马斯似乎正在准备对以色列发动一次袭击 于是社交媒体上一系列阴谋论开始粉滥 甚至有人声称 这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湖政府 有意隐瞒被突袭的情报来找到借口 攻击加沙底带 知道美国和以色列情报系统如何互动的人都知道 美国包括美国的CIA 在加沙地区的原始情报收集 都是依靠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提供的 美国情报系统判断哈马斯 好像正在酝酿发动一次对以色列的袭击 这个分析结论也是依靠以色列情报系统 给他们提供的原始材料得出来的 而这些原始情报是以色列给美国的 以色列当然已经分析过这些材料了 他们已经得出了自己的解读 显然这些原始材料没有给美国和以色列情报人员 提供任何具体有关十月恐怖突袭的情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9月份还表示 今年的中东地区是过去20年最安静的时期 以列政府就在最近对哈马斯的评价还是哈马斯表现的越来越放弃那些意识形态上的疯狂言论 越来越务实了 由此可见哈马斯对这场突袭筹备和安排的是多么缜密和意思不漏 有人可能会猜测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地区对平民犯下的那些暴行 会不会是一些哈马斯武装人员的个人极端行为 10月13日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以色列平民和士兵急救人员在被袭击的地点或哈马斯服装人员的尸体上 发现了一些用阿拉伯文写的文件和地图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亲自查看了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一方面显示出哈马斯的情报收集规模和对这场突袭的筹备细致程度 另一方面地图上和文件上标出的攻击目标 不但有以色列的军事设施 还有以色列平民的聚集地 包括一些中小学 这表明哈马斯从一开始就不仅以军事设施为目标 攻击和屠杀以色列平民是他们此次攻击计划的一部分 恐怖主义分子的基本策略就是制造恐怖 因此他们比我们一般人有更多的经验 能够理解和操纵野蛮恐怖行为 对人心的刺激和人的反应 因此哈马斯在精心策划的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的暴行 应该是有目的而为之的 他们非常清楚 以色列民众看到同胞被如此屠杀后会是什么反应 他们也非常清楚在以色列民意的簇拥下 以色列政府和军方会做出什么反应 这样的情节在过去几十年 以色列和他周边的敌人在反复上演 唯一不同的是哈马斯这次决定 他们要把这次突袭行动 对以色列生命和人心的冲击程度提高100倍 哈马斯非常清楚 他们这样做 以色列政府别无选择 百分之百只能对加沙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加沙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每平方公里大约有5000个居民 那里的街道狭窄 房子密密麻麻 不管是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发动空袭 还是地面进攻 战争画面都会是非常惨烈的 特别是地面战争 挨家挨户的巷战 一方面难以避免的会让以色列军队在那里伤亡惨重 同时在双方交火中会有大量巴勒斯坦民众 包括儿童惨死的凄惨画面 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流传 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毕竟加沙一半的人口是不到18岁的孩子 面对这样的画面 国际社会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民众反应非常容易预测 而且哈马斯知道他们屠杀的以色列人越多 他们屠杀的手段越残酷 以色列人的反应就会越激烈 那么未来加沙民众苦难的画面就会越惨不忍睹 有人会问这些哈马斯人员也大多来自加沙地区 他们明知道这样会把怀出来仇恨怒火的以色列军队引入加沙 从而让加沙的200多万百姓惨遭生灵涂炭 他们为什么还要使出这样敌我两残的策略呢 你这是在用正常人的逻辑来推理一群毫无道德底线的人的逻辑 我前面提到 在以色列通知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赶快撤到加沙南部躲避战争时 哈马斯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呼吁 却是要他们留在当地不要撤离 让赤手空拳的巴勒斯坦民众和以色列军队直接对抗 这是在赤裸裸的让加沙民众做他们肉盾 看一个社会的统治集团是正还是邪 首要一点就是看他们如何对待他自己的民众 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把自己同类民众的生命当回事 他们本质上就是反人类的 2020年8月 针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提出的 要把中共和中国老百姓区分对待的说法 中共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视频表示 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 谁都别想打破 一语道破在中共眼中 中国人对它的另一个重要功能 在这一点上哈马斯和中共显然是一个级别的角色 当然把以色列再次引入加沙这个泥潭 让国际社会同情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 这其实只是哈马斯想达到的第一个目标 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 哈马斯的收获还是不大 问题的关键是 这场战争的下一步将向哪里发展 这场战争对世界金融和政治的格局 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要看清这些问题 我们就必须把视野从加沙的哈马斯抽出来 从一个全球的世界去看这场新的以色列战争 我们上期节目提到了 这场战争的一个关键背景 就是以色列在川普时期的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 正在和越来越多的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 而且最近拜登政府在这个框架下 甚至还在努力促成中东最大的国家沙特 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这样的状况对伊朗和哈马斯都是致命的 哈马斯存在的宗旨就是为了消灭以色列 而伊朗国内经济一团糟 民怨沸腾 它自己确立的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 它声称自己在为穆斯林国家高举一面 讨伐以色列的大旗 一个和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互相认可和平共处的以色列 是哈马斯和伊朗共同的噩梦 穆斯林有两大派系 一个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 一个是以沙特和埃及为代表的逊尼派 这两派是千年的宿地 在世界人还不知道中东有石油之前 这两派已经在中东这个地方揪斗了上千年了 伊朗是一个古老和善于谋划的国家 套用川普对伊朗的一句评价 伊朗是一个近期在战场上从来没打胜过 但是在谈判桌上从来没谈输过的国家 面对一个严重分裂的中东 伊朗很早就意识到利用宗教派别的差异 在中东各地扶植亲伊朗的民兵 发动代理人战争 这是一个用低成本投射伊朗影响力的最佳方案 从1980年代开始 伊朗就在以什叶派为主的黎巴嫩平民窟中 建立了一个珍珠党民兵组织 现在这个珍珠党不但实际控制着黎巴嫩 让伊朗能够持续威胁到以色列 而且他们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朗的利益战斗 这些持续的战斗磨练 也把珍珠党民兵锤炼成为一支装备大量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武器的 单兵作战能力很强的军事实力 利用同样的策略 伊朗在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加沙等地 也扶植起大大小小的众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 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 直接威胁和反复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伊朗在也门扶植的民兵 让伊朗在也门也就是沙特的家门口 和沙特打了一场艰难的代理人战争 伊朗搞代理人战争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 它从来都是躲在幕后 操控一切 被它攻击的敌对国家忙于在身边灭火 而无暇顾及伊朗这个火源 因此这些战争几乎从来没有给伊朗带来战争的风险 当年美国在伊拉克被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搞得手忙脚乱时 美国还在非常小心避免和伊朗发生直接冲突 虽然美国非常清楚攻击美国的弹药和武器主要来自伊朗 美国给伊朗的唯一直接教训还是在2020年1月在川普时代 美国用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 击毙了伊朗海外军事势力的总幕后黑手 伊朗军官苏莱曼尼 历史上伊朗和哈马斯的关系是比较疏远 因为哈马斯的主体成员是逊尼派 哈马斯的靠山是埃及的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 和一些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 911事件后 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感觉 伊斯兰激进主义极大的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 而且对长期无法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也感到厌倦了 于是大量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开始向以色列靠拢 在这个关键时刻 哈马斯和伊朗之间就越看越对眼 他们之间插出的闪亮的爱情火花 甚至盖过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千年夙愿 特别是近些年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已经成为伊朗的常客 今年夏天 哈尼亚还忍不住在吹嘘伊朗是如何资助他们制作导弹 这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大量导弹还有无人机 都是伊朗资助的 而且伊朗还直接参与了这整个突袭和屠杀行动的策划 在介绍这个大背景后 我们回来分析这场新的以色列战争未来可能的走向 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不久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开始兴奋的发表讲话 说真主保佑以色列这个毒瘤将在巴勒斯坦人民和整个地区的抵抗力量手中被铲除 同时在第一时间黎巴嫩真主党就宣称 我们不是这场冲突的中立者 在过去这些天 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时不时向以色列发射炮弹进行挑衅 很明显真主党是受命在试图牵制以色列军队的力量 让以色列不能全力投入加沙地区的战斗 欧美政府一方面表示会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 同时他们又在反复告诫以色列 不要扩大战争 不要引发更大的地域冲突 这是明确要求以色列不要追究责任 追到伊朗那里 但是这场战争的走向真的是以色列能说了算的吗 以色列这次发誓要铲除哈马斯的武装力量 如果以色列未来在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 就又开始和巴勒斯坦进行停火谈判 哈马斯从此将无所顾忌 以色列人的未来将永远和恐怖相伴 但是哈马斯在加沙经营了近20年 上千桥地下隧道 漫延纵横 以色列要真的在加沙彻底惨除哈马斯 他们可能不得不在加沙到处挖地数十米 这样的场景从巴勒斯坦民众的角度看 一定是非常凄惨和残酷的 未来加沙民众被战争蹂躏的画面会广泛流传 当那些凄惨的画面把所有中东穆斯坦国家的反以色列的民意都强烈激荡起来时 以色列北面是珍珠党 东北部是利比亚 这些国家都有伊朗控制的军事力量 在伊朗的命令和指导下 他们都可能选择以色列最脆弱的时刻 向以色列发起进攻 以色列的东面是约旦 目前约旦国王和西方的关系很好 还在努力阻止约旦国内民众直接冲击以色列边境 甚至允许美国在约旦部署一些战机 作为美国保护以色列的另一股威慑力量 但是迫于国内民意的压力 约旦国王也表示了 约旦会撤销对以色列的支持 如果以色列给加沙民众带来太大的伤害 在更大的范围中 伊朗控制的伊拉克和以色列中间只隔一个约旦 在中东民意发展失控的情况下 伊朗控制的伊拉克民兵势力 甚至会让约旦民众做他们的带路党 横穿约旦从西面向以色列发起进攻 所以这次以色列战争控制它下一步的走向的按钮 其实是掌握在伊朗手中的 根据国际和中东舆论和民意的展现 伊朗随时可能按下扩大战争的按钮 有人会说美国现在向地中海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还在约旦部署的军用飞机 而且美国还明确警告伊朗这样的国家 不要轻举妄动 在美国对以色列如此权利关照下 伊朗还敢轻举妄动吗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把事业再扩大一些 从中东扩展到世界 伊朗之所以敢在中东下这盘棋 一个重要原因是 目前一个以中共 俄罗斯 伊朗和北朝鲜组成的邪恶轴心 已经非常清晰的形成了 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 已经大量消耗了欧美的常规武器库存 未来一段时间 以色列战争还将大量消耗美军的精密制导武器 现在的美国的制造业实力已经远不是二战的辉煌了 那时的美国可以凭一国之力 同时支持全球两个战场 支持众多国家的武器需求 现在美国的制造业 连支持乌克兰一个战场的日常消耗都力不从心 俄国在乌克兰战场消耗欧美的军事资源 同时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行动 也会牵制美国的注意力 因此目前伊朗敢如此大胆 既有中共和俄罗斯在背后的撑腰 在欧美和西太平洋地区牵制美国的力量 也由美国这些年显得越来越雷若 这双重原因 另外 目前欧美用印钱刺激经济 用发行债务维持生计的经济运行模式 也让伊朗手里抓住了欧美的一个命脉 为应对2022年的高通胀 美国和欧洲的中央银行都把利息推高到过去20年的高点 虽然高利率给欧美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美国经济目前依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预测 随着通胀的削弱 欧美央行会在2024年重新回到用降利息来刺激经济的轨道上 但是如果美国最后被卷入保护以色列的战争中 1973年以色列和阿拉伯联盟进行的赎罪日战争的场景将可能重演 当时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 6个月内全球油价上涨了近300% 把美国的通胀痛苦变成了一个持续10年的长期病 就是欧美不用直接介入战争 伊朗也可以以支持加沙人民的名义 宣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 世界上目前六分之一的石油和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 都要经过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这个狭窄的海峡有八个岛屿 其中七个由伊朗控制 而且伊朗在所有八个岛屿都有驻军 因此伊朗的确拥有关闭海峡的军事能力 哪怕伊朗不实际行动 就是宣布这样的方案就足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 再次把欧美的通胀自己起来 另外因为乌克兰战争 欧洲已经停止从俄国进口天然气 目前欧洲的天然气全靠从美国和中东国家提供 2023年欧洲幸运的经历了一个少见的暖冬 失去俄国的天然气 并没有让欧洲人从身体上和钱包上痛苦很多 那么2024年的冬天 欧洲还会那么幸运吗 另外如果欧洲无法从中东得到天然气 一方面美国没有能力提供欧洲需要的所有天然气 这就会让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厂 同时如果美国出产的天然气大量出口到欧洲 这又会成为一个推高美国通胀的因素 如果欧美的通胀再次抬头 欧美的高利率政策将不得不持续下去 这一定会在2024年给欧美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美元持续的高利率也会持续推高美元汇率 这对世界很多脆弱的经济体将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这个新组成的轴心国 他们手中似乎还控制着未来世界经济的按钮 很多观众看到我今天的分析可能会感觉太沮丧 为什么这场战争的未来和世界经济的未来都掌握在这些国家的手里呢 难道西方世界对此就无能为力了吗 非也 西方只要头脑清醒 其实是有办法对付这些独裁政权的 西方正要对这些独裁政府 不管是伊朗还是加萨的哈马斯 总有一个错误概念 总认为这些政府是他们国家和民众的代表 没有意识到这些政府的统治是没有民意基础的 是不具合法性的 过去这几年 伊朗民间一次次发起反政府的抗争 又一次次被伊朗政府血腥镇压下去 对此国际社会没有什么实质行动 去年哈马斯对加沙内部的贝都因人的村庄进行了种族清洗 他们持枪驱逐了当地5000多名居民 并残忍的杀害和伤害了很多人 对此欧美同样保持沉默 另外西方对民主的理解过于片面 还以加沙为例 2005年以色列就那么简单愚蠢的直接撤出了加沙 把加沙完全交给了从来没有民主自由经验的巴勒斯坦人 结果加沙人第二年就把哈马斯选上去了 选上去以后西方还不清醒 哈马斯当选后立刻开始用暴力把原来的巴勒斯坦政府成员都杀了 并开始了他们对加沙的暴力统治 对此西方依然是不管不顾 其实今天以色列和西方都在承受他们当年愚蠢的后果 洪光看这些强权政府都是脆弱的 因为他们内部的根基不稳 西方却长期忽视这些国家百姓的诉求 这是西方对这些流氓政府的一个核心政策事务 如果欧美能对这点有清晰认识 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今世界的格局可能大不一样 对于中共来讲 美国第一需要做的 就是为中国人彻底推到中共的信息封锁 让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走出来看世界 这也许不是一个最快见效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是一个花费最小影响最深远的方法 因为真相能改变人心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您能订阅《杰森视角》这个频道